及时新闻综合报道近日引起大量关注揭露白宫秘新的新书烈焰与怒火 川普白宫内幕引发的战火持续延烧 美国总统川普稍早接连在推特发文怒呛该书冲斥谎言 更直言白宫曾多次禁止该书作者进入访问 川普与台湾时间今天中午在推特发文反击 除直斥该书为重斥谎言的假书Funny Book 外更怒批作者取得资料的来源根本不存在 川普接着名言自己未曾就书中内容和作者说过话 更未批准该书作者进入白宫进行访问的申请 烈焰与怒火川普白宫内幕一书作者是美国资深记者沃尔夫 Michael Wolff 编撰本书期间他曾访问包括前白宫首席测试班农在内的多名白宫人员 披露川普及第一家庭其余成员在白宫内的种种秘辛 对此川普在稍早的推文中也抨击说 看看这个人纸沃尔夫的过去看看他跟班农会有什么下场 对此川普尔夫的过去看看他跟班农会有什么下场